接下来我会用四部影片来讲述一个故事 作者叫做杰克 他的妻子叫做翠夏 他的女儿叫做莎拉 妻子问 我爱你 我也爱你的女儿莎拉 但是如果你不赶快回家处理她 也许等你回家的时候 可女儿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作者问 妻子怎么回事 妻子问说 我对于她的负面态度和闹脾气感到非常的不耐烦 老实说我再也无法忍受 和她坐在一个屋檐下 我需要你回家摆平她 作者告诉妻子 我无法缩短行程 而且我不喜欢在电话里严厉的责备莎拉 我知道我的家人需要我在他们身边 但这得等到我回家的时候再说 翠夏向我的女儿 重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话 说 等你爸回来 就要你好看 而莎拉知道 当我穿过前门 马上就会大发了题 虽然我的每一个家人 都明白我爱他们 但他们也知道我严厉和批判的背景